我只能坐在门口吃 它这个盘还蛮大的 快要很大 小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们正在打车 这边真的很慢 四点几天 已经等了好几分钟了 太古的那种街边的小小店的很好看 对对对他们就绿植特别多绿植很多 我们现在要去娜娜咖啡店 据说那个街区就是比较的好逛 本来今天让我们说是去朱拉隆工大学 但是因为周天很多就是我想吃的一些店他都没有开 所以就把这个行程挪到明天 又开始读了 我读的常态是 不读才是学习的奇怪 我觉得在泰国的司机应该都脾气很好 对他们读已经读习惯了 这家咖啡还蛮大的 现在吹风了好舒服了 还有鸟叫 好好看啊你这位 这个花花好美 我点的是这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就是看他照片长得好看 这是我们随机点的一个三明治 就就是ova价器 一形成茄的 recogn令官场 真的有马卡的不 fair 还可以来跟他们选择 很固人 卡儿粘住了 这个它是某那个 我同na I'm so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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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是到大黄宫附近了 先去吃个饭 下午再过来逛一逛 一到这边就感觉游客面孔变多了很多 我们在大黄宫附近找了一家不用排队的餐厅 想去吃的那家排了巨多人 吃的很生气 吃的很生气 怎么样吗 你也像我老家 不像你们老家有没有喜上的饭 这白糖果米饭 这稳定饭 时尚的饭 要去参观大黄宫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票 500泰铢一个人 我们准备潜逛一下就出来了 太热了 对 有没有音量处可以让我躲一下 全是常开的 是常开赛 我刚刚捡到一朵鸡蛋花 我们现在就要到一家烟河的咖啡店 就在这里等着热落 然后休息一会儿 外面的座位其实蛮好的 但是太热了 坐在这里面要舒服一些 哇 我觉得我都很好喝 我朋友点的是泰奶 然后我点的是一杯荔枝酸奶 沙冰 嗯 好爽 爽死了 是吧 嗯 吃荔枝好喝 这还不错 坐在咖啡馆吹吹空调 等着河边的日落 这种轻松自由的感觉 大概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I go home ALONE Tonight Truth Unfold To me Tonight Live Behind My Safest Gate Coll л вой 我现在跑到了外面的座位上 然后来看一下这边的合景 我不知道大家放松的方式是什么 反正我放松的方式是只要有时间 只要有能够约出来的朋友 我一般都会选择出去旅行 我觉得旅行真的是能够带给我很多的快乐 因为我可以去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去品尝到当地不同的美食 感受不同的文化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就是去探索不同的街区不同的文化 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Hello 身后就是王妙 这边太阅光了 听过了一片草屏 这边还蛮local的 但是我会看到她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你也知道 我能看到她的感觉 它是凡色的感觉 我能看到她的感觉 所以我能够用淨屏幕 你能够用淨屏幕 是什么 我是要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朋友们 我刚刚回酒店处理了一些工作 因为之前放假之前还有一丢丢工作没有做完 所以我这次就把电脑都带过来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七点 不对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八点钟了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去这边一个非常著名的夜市 我们中午吃的那个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下午也只喝了点东西 所以现在肚子呢还算是可以装下很多的食物 那我们就出发吧 注意要带好零钱哦 我感觉那边应该都只能给现金 走吧 一起去夜市瞧一瞧 刚差点没有订到吃了耶 我们来吃东西啦 好热闹的夜市啊 这个夜市有卖吃的的 也有卖衣服的 还会放一些好听的泰语歌 我觉得这里能当地人来的所以多 对对对 中国人会被一次的 这个是草莓吗 草莓 寿司 天呐 点了一个椰子冰沙加鲜奶 中文很爱椰子味的一切 这是牛肉 这是猪肉 我想吃PHY 太多了 太多都想尝尝了 刚走了一圈看到有很多海鲜店人还是蛮多的作为我们的一个备旋 太多吃了真的也很多跳花了 泥滚丝 香味 辣椒 辣椒 吃饭 当时我们吃饭的场景真的让我想到了千鱼千鱼里边 他爸和他妈妈的吃相 两个人都像是饿了好几天一样 主要还是因为味道还挺不错的 吃饱了来散散步 我们在这边散步 发现这一片街区就卖什么的都有 卖衣服的卖古着的卖家具的 甚至还有拍照的还有吃的等等等等 就很好逛 这是应该有吧 这些感觉是卖动卖的东西 这家刚刚说去逛 结果没进去 因为也带不走 走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地下商场的类似 对 走在这里就有点像走在地下商场 我们今天白天走惨了 晚上 对晚上这个温度就很舒服 大家有时间我觉得还是可以来看一看 我觉得还是蛮有当地特色的 而且游客感觉会比较少一些 大部分都是当地人 好可爱的小猪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穿搭是我们旅行的第三天 打算今天穿的学院风一点 这个牛仔翻步包是我最近才买的 我觉得跟今天这一项还挺搭的 走吧 门关上 出门 这家餐馆好大哦 而且我们一开始定位还定错了 走林杰冤忘物 这个应该就是儿姐 设选择还是蛮多的 我想今天有点想吃鱼 哈喽大家 我们今天来到了一家叫做 俄姐饭店的餐厅 它整个堂子真的巨大 而且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 有一周人在吃 现在他们已经走了 所以现在只有我和我朋友两个人 摇一袋可乐 哇好饿呀 我们昨晚吃的啥 来讲 昨晚吃的夜市 昨晚那个饭是真的好吃 而且它分量很大 很有锅气 火开又好大哦 这家应该是属于食物比较 就是家常 这几个中式的酒能 可以 酸酸的 这可能味道更浓一点 对 更浓热一点 一份太湿沙拉 量很足 诶你觉不觉得 这一顿算是量最足的一顿 之前吃的都只有一点点 但这家的份量还行 我们点了一份炸鲁鱼 剩菜上的还是蛮快的 因为只有我们一桌 因为只有我们一桌 蛮大一只 这是它的配菜吧 应该是配着鲁鱼吃的比较解腻 感觉和这个沙拉应该都是差不多口感 这里 打的车到了 现在我们要去 布拉隆宫大学 哈喽 哈喽 到大学啦 我在车上睡了一个觉 真的有学生在上课 好热闹啊 有点想去看一眼啊 他们的粉色校车好好看哦 还蛮喜欢逛校园的 因为校园里面会凉快一些 走在这里也会感觉心能够静下来 上课 刚才是一样的 骑她的痂allen 走开 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下他们 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公园 今天最后的落脚点就在这里 你看那那个草坪 是不是就那 我们现在要去吃Lisa同款甜品店了 就在这个大学附近的一条街 来吃啦 你要点这个 看着就好甜 看一下吧 金豆花 我要点了一个比较偏常吃一口味的 我点的是这一款 它这个盘才蛮大的 分量很大 还是蛮好吃的 我觉得甜品的种类也很多 我觉得这个还行 但它的奶还是会稍微有点点甜 豆腐有点像我奶奶打的豆腐 点了有点重 但这个奶会比较清爽一些 我们差不多吃 这只能吃这么多了 肚子已经吃成了 现在要去买一下 这附近有加小男孩的雕牌 上加了一个牛奶 你看一看 好咯 买好了 买了多少瓶 买了8瓶 买吧 好像渴了喝 现在还不渴 是生烟 我觉得就是整个人排泄完了之后 心情的变好了 我知道 这两天就是我直进不出 所以我就很担心 但是他今天顺利过后呢 然后他现在就很开心 其实他不太喜欢吃生烟 因为他怕他肚子 你吃生烟虾还是生烟三维鱼 虾 我接受不了三维鱼 就吃起来有点 我最想吃的就是 我最想吃的就是三维鱼 我需要吃打成烟 就有可能是我们唯一一顿 就是来泰国的生烟 他一份里面大概有三款有四款 对有五块左右 还是可以 透切的三维鱼 但是不能不喜欢吃生食的 那就还是要紧慎去点 这一份已经吃完了 我觉得三维鱼我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但是那个虾的话 我觉得吃的有点黏牙 所以我就不是很爱 这件也蛮好看的 好辣呀 都是些色彩非常鲜明的衣服 这件也太可爱了吧 这件也太可爱了吧 好可爱 哇这是 来摆了一公吃晚餐啦 来吃一家船面 据说是还蛮火的 来看一看 和牛肉 第三就是 它 对 比较火一点 选择 细米面 米粉 鸡蛋面 板条 你看一下你要选什么面 板条是什么 米粉 那个 鸡蛋 哇 谢谢 谢谢 为什么 你怎么那么脏 你怎么这么小 这件是倒进去的哈 好了 小拌完毙 先来尝一下它的食物 巨大一股沙蝉这样的味道 它的量粉有点少我觉得 但里面的配菜还是挺多的 我们吃完面以后就来超市买一些水果 我们买了两个榴莲 谢谢 一直很想吃泰国的榴莲 我的那个榴莲还必须得在外面吃 还不能拿到房间吃 好像这边会被罚款 因为它味道 白利公这个商场也快要关门了 哇 只能坐在门口吃 太可怜了 好吃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吃 就不够通通吧